在我人生中非常難忘的一天 而那天就是我去探望 在養了6年的小朋友 她的名字叫南 她現在已經是一位15歲的小妹妹 而她就是我第一個在養的小朋友 在這6年我們就不停寫信 一直都有保持聯絡 首先我就飛到泰國的青米 一早10點就已經有工作人員來接我 而這位就是我的翻譯員和導遊 其實為什麼我當初會有這個想法去再養一個小朋友呢? 第一其實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歡小朋友的 第二就是我個人覺得 每一個人的童年其實是很影響她的人生的 我們每一個想法 每一個態度 其實都是由我們小小的開始形成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在別人這一段時間 做到一個好的改變 我覺得是非常之有意義和值得的 而第三這個改變 對我們來說是可能很細微 但是對他們來說是非常之大的 而我講的是 如果我們每天只買少一杯咖啡 用那一點點錢 已經可以改變他們的生命很多很多 如果是這樣的 為什麼不試一下呢? 有一個東西我忘記告訴大家 這段車程是六個小時的 其實一直上山 這麼多兜兜轉轉的路 我其實是有少少雲斜浪的 幸好我們及時要停下來吃少少東西 不然我真的可能會吐了出來 當我們繼續我們的行程 突然間有一樣東西發生了 就是我們的車突然上不到斜路 好,我們現在是正常的 車出發的 車出發的 我們在看香港 車出發的 我們可以回到這個 車出發的 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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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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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到了我們的酒店了! 我們睡了一晚,第七點我們就立即出發 其實我準備了一點禮物會給她的 請我來看看 請我來看看 好嗎? 好嗎? 你叫我嗎? 你好嗎? 我叫你嗎? 你記得我嗎? 你記得我嗎? 我記得我嗎? 不好意思 可能大家就未必看得出 但其實我們兩個見到大家的時候 是非常之興奮和開心的 只不過其實我們兩個有一點點害羞的意思 我記得前一年 聖誕前我就送了一份禮物給她的 就是這個Yuki Lely的吉他 雖然她害羞 但是她就很想表演給我看看 因為我的心裡 是… 看起來… 你一直在… 你問我嗎? 你不會想到大人的這種事 我不會想到大人的地方 是… 你會不會想到大人的地方 是… 你會不會想到大人的地方 是… 是… 音樂 聽完她表演之後我就提議 咦,我們可不可以去一下市集 看看有沒有她們日常需要的東西 或者她上學需要的東西 讓我可以買給她和她的家人呢 我們主要都是買了一些枕頭、被子 和她上學要用的運動鞋 買完東西我們就回到南的家 其實是她阿姨的家 她有時就會住在這裡 大部分時間其實她在學校的宿舍住 有時可能是週末她就會出來在這裡住 因為她的家人就知道我一早會來探望她們 就連公公婆婆都來吃飯 我都會之後才發現原來公公和婆婆是住在山上 起碼還有兩個小時的距離 所以她是很好的 她想像你 她很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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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很多東西 她很像你 她很像你 每天都在看她的眼睛 可能她可以写写写写写 其實我已經不算是一個眼淺的人 那個翻譯員其實一早已經告訴我 他見過很多人哭 但是我真的真的沒有遇到我自己都會哭 我記得當時的心情是有少少複雜 第一我是很高興知道我少少的幫助 令到他的環境有些好的老師 好的牧師去照顧他 第二就是令我想到 其實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朋友 在等著我們去照顧 而第三就當然是我知道我會很掛念他 我不知道下次見他會是什麼時候 或者還有沒有機會見到他 直到這一天 這一件事對我來說仍然很難忘 如果在看的你曾經考慮過照顧小朋友的話 我是會非常鼓勵 又或者可能你已經在照顧小朋友 那我就會鼓勵你 繼續寫多些信 繼續跟他們溝通 而最後可以的話 我會鼓勵你去探探他們一次 因為我可以保證 這一天會改變你的啟發 以及會帶給你一個很好的回憶